TVBS 陳尖快訊 帶您聚焦國內外的大小事 首先要看美國白宮今天發布了最新的聲明 拜登總統邀請了共和黨總統當選人川普 將在13號上午10點 就是台灣時間的14號 午夜零時 在橢圓形辦公室會面 拜登7號就表示 他已經在6號致電了祝賀川普 並且保證明年的1月政權交接將會和平有序 而川普重新入主白宮國際間 也高度關注接下來白宮內的所有動態 鏡頭要回到國內 這是睽違五年再度回到台灣的 日本岩首縣盛岡山車跨海來台 週六將在花蓮東大門夜市採接遊行 但是有民眾發現這前導的波音車竟然怪怪的嗎 這前導波音車的車頂LED燈 螢幕 竟然出現了鏡碗跟鏡道等字樣 似乎有點觸眉頭 承辦公司他就出面道歉了 希望給予改進的機會 也希望別再轉播畫面 傷害台日的情誼 承辦的行銷公司他也說 因為這是純屬活動方的疏失 將會擔任請責任 負起責任 深切檢討改進 接下來要看到的是社會案件 這人倫悲劇啊 實在是發生了很突然 發生在新竹市的東區 一處舊社區大樓 這發現的是一位50多歲的曾姓男子 因為漢同志的20多歲 留姓外甥長期不睦 兩人因為生活瑣事發生了口角 而曾姓男子就持刀 砍殺外甥 外甥送醫之後搶救不治 而他媽媽上前阻止 也遭到砍傷 警方當場逮捕了曾姓男子 並且依照殺人罪送辦 而附近鄰居指出 其實很少看到這一家人 不清楚狀況 也沒聽到什麼劇烈的爭吵聲 不過常常看到這名真姓男子 在家中附近閒晃 詳細的案發情況 還要等警方來釐清 緊接著要看到的是台鐵的意外 這是在今天凌晨發生的事件 台鐵的256次列車 行經了蘇花改隧道 卻遭到了不明物體的撞擊 造成了很多處的車窗破損 也緊急停駛 而乘客在社群平台也提到 說撞擊時聽到聲響 而且還有看到火光 但是沒有造成傷亡 台鐵目前也已經安排了接駁車措施 協助旅客平安的返家 還正在調查事故原因 不過目擊的乘客也發文說 上下車時 突然看到車邊冒出超大的火光 六車車窗破掉 所幸沒有乘客受傷 緊接著要看天氣方面 在西北太平洋最近真的非常的熱鬧 主要是因為有幾個熱態系統 不斷地正在發展 還陸陸續續生成了颱風 昨天下午兩點 檢隔颱風還有萬一颱風生成了 目前暫時對台灣沒有影響 但是有低壓 不排除發展成為天吐颱風 而且和現在的迎信颱風形成了四颱共存在海面上 像數位表示 11月已經有三颱生成 創下了歷史記錄 而週一的時候 季風又要增強了 桃園以北還有東部降雨機率也會增加加 而高溫是降到26到28度左右 明天週一開工 北東天氣壯況會比週末這兩天來得不穩定 出門要記得帶傘 決定最重要的做法 開工 有樹木 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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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中